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又上課了 不如我們首先溫習一些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力 有條繩吊著法馬,其實是跟什麼力有關 有條繩,有Tension Tension的方向就是繩的方向 當然有個法馬,有個質量 有個重量墜下去,重量就叫waist,向下 接下來我們看看一個例子 人推一隻大笨象 大笨象有重量,應該有waist 坐在地上,就自然有normal reaction 地上托著它 人不斷推它,推它不動 其實有一個fricion,阻擋著去向 用力推它 這兩幅圖就溫習了 我們經常討論那四個力 包括tension,waist,fricion,normal reaction 然後我們將力回到兩大類 一種叫contact force,一種叫non-contact force 哪些是contact force的例子呢 包括這三個東西 tension,有條繩,fricion 要磨地下,normal reaction 要被地下托著 接觸的力,就是這三種 不需要接觸的力,就是wait 人的重量,其實是否觸摸地球 重量也是存在的 我們今天就說3.2 關於牛頓第一定律 牛頓第一定律 或者我們回顧一下之前學過什麼 其實之前第二課 我們就學會了怎樣去描述運動 第三課的重點就是去解釋 為什麼motion會產生 什麼情況底下會有constant velocity 什麼情況底下會有acceleration 或者deceleration 今天我們的主題 嘗試去解釋 什麼情況底下會產生uniform velocity 或者uniform motion 或者你看回這幅圖 有個人就拉一堆很大堆的貨物 究竟他可不可以不給力 都可以令到這堆貨物車 以concent velocity 前進 當然答案就不可能 你試一下他一停止去拉他 一不給力 他的時候 他立即會減速 立即會停下來 其實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例子 都告訴他 如果你不給力 去推他 他就自然會停下來 Mouse 一離開我的手 就立即這樣減速 然後就停下來 所以 基本上很合理地 我們可以這樣想 要讓一個物體 以一個constant velocity 不斷前進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力 不斷施加於那些物體身上 這樣才行 或者同學都會覺得 這句說話是十分合理 但是有一個科學家 16世紀 加里略 他就很懷疑這個說法 好 那麼加里略是什麼人 這個加里略 就不是電視劇集的神探 加里略 加里略是一個意大利的物理學家 數學家 天文學家 和哲學家 加里略是被譽為 現代的觀測天文學之父 現代的物理學之父 科學方法之父 科學之父 科學之父 現代的科學之父 等等等等 那麼出名的科學家 我們看看他為何會否定剛才的說法 那麼他是有什麼支持的呢 當時加里略16世紀 那麼科學設備 實驗設備 就不是很精良 那麼他就沒有什麼實驗 他就去進行一個假想實驗 Galileus Flood Experiment 那麼那個假想實驗 就包括一個屈曲的路軌 那麼我們就會在路軌的一邊 放手把球滑下去 而那個球就會繼續滑去對面 然後呢 就以一個相同的水平線 就停止下來 然後滑回頭 那麼可能是呢 加里略就看過這個 現實生活的片段 而獲得一些靈感 那你見到影片裡面的擺球 那你放手的時候 那個擺球就會滑去另一邊 但是呢 他就會以相同的 horizontal level 相同的水平線呢 就停下來 就滑回頭的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 其實波滑下去 他也會在相同的 horizontal level 停定 然後就滑回頭 好了 然後他就嘗試去想 如果這個路軌的 angle 是沒有那麼斜的 平一點 那麼波滑又會滑成怎樣呢 那麼波滑在這邊放手 然後滑下去 照計他也會以一個相同的 horizontal level 停下來 然後滑回頭 好 再進一步 如果那個路軌是水平的 那一下滑下去 其實這個波滑不到 原先的 horizontal level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到進來想 那既然需要去到原先的 horizontal level 他才會停下來的時候 那就是說 如果那個波滑永遠都去不到 原先的 horizontal level 那就是那個波滑永遠都不會停下來 那所以 加利略就認為 根本上是不需要給他一個力 一樣物體 他自己就可以以一個 constant speed 這樣前進 那所以就跟剛才那個說法 是不是需要一個力 就是要保持著作用在一個物體身上 他才可以 constant speed 這樣前進 那所以 加利略就像一個不同的想法 那加利略那個年代 那個實驗裝備不是很完善 那現在呢 其實就可以證明到 加利略的想法其實是對的 那你看一看這條影片 A vehicle is put on a linear air track The air blow is turned on Watch how the vehicle moves 好 那從個影片你都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Air track vehicle 其實是可以在那個Air track 以一個 constant speed 這樣前進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是沒有力 施加於在他身上的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不需要給他力 因為一個物體 其實是可以以一個 constant speed 這樣前進 好了 那更進一步 那加利略就 develop了一個理論 叫做Galileo's law of inertia Inertia就是慣性的意思 一個物體如果是at rest 他就不太想start to move 一個物體以某個speed 這樣前進 他就不太想去改變那個speed 那這個就叫慣性了 原來一樣物體的質量越大 慣性也都會越大 那你看一看這兩個實驗片段 那就講出其實慣性和質量的關係 然後再次進行 放兩杯 一個物體 1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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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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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杯 2杯 1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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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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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見到拉台布,有兩個瓶 一個瓶是沒水的,一個瓶是盡量大一點 你發現裝滿水的瓶就不容易掉下來 你發現那邊放水瓶就沒那麼容易掉下來的 那邊放空間是無ographic的 原因是因為裝滿了水,質量就大,所以習慣性也大 習慣性就是保持著ad rest的習慣性 另一方面,如果有兩個瓶放在這裡 有水的瓶就長一點才停下來 因為有水的瓶有一個質量,質量大一點,習慣性也大一點 也不容易去減速,不容易去改變它的速度 日本有一項運動,就是雙泵 遊戲的規則,大家應該都清楚 就是有一個範圍,地黑畫個圈 你把對手推出個圈,你就贏了 但你看到所有雙泵選手,全部都是肥腾腾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肥的時候,質量就很大 質量大,就是習慣性大 他傾向保持著ad rest 你不容易把他推出個圈 另一方面,有一個郵輪,裝滿貨物 裝滿貨物,即是說質量也很大 你發覺質量大,就不容易去改變運動的狀態 他不容易去加速 當我加速,加速到他的速度 他亦不容易去減速 因為他這個Mask大,他慣性大 他會保持著運動的狀態 我們就看過兩個說法 一個說法就是需要有一個力 才可以保持著一個物體 以一個Consent Speed的前進 好了,加利略的想法跟他相反 根本就不需要有一個力 去Add On去某個物體 根本上那個物體自自然而 Natural就會以一個Consent Speed的前進 各有各自己的支持 好似大家都合理 但沒理由兩人一起都對 因為他們是互相矛盾 那正確的現象應該是怎樣的呢? 解決這個迷思就是牛頓的貢獻 Isaac Newton 他創造出一個理論 那個理論前半段 跟加利略那個很相似 你看過字眼都差不多 每個物體任何物體 remains in a state of rest 即是他會持續以一個靜止狀態出現 or Uniform Speed along a straight line 或者以一個 均速的直線運動前進 他會保持著這個狀態 除非有一個靜力 施加在一個物體身上 Unless acted on by a net force 好,首先 什麼叫做 net force 這裡有三個例子 逐個看一下 譬如我這幅圖有兩個力 一個5N向右 一個3N向左 那麼 net force 就是將這兩個力結合 總合的結果 兩個力怎樣結合呢? 一個向右 一個向左 你可以抵消 所以 net force 就是兩個力減掉 5-3 等於2N向右 如果兩個力一樣大 左右兩邊都有5N 那 net force 就會等於0 抵消了 剩下0 如果只有一個力 5N的力 拉向右 因為只有一個力 所以 net force 剩下的也是5N 好,試一下 用牛頓的定力 去解釋 一些平常見開的現象 平常我們踩單車 一定要給力踩 我才可以保持 以一個 constant speed 前進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我們踩它的時候 如果我們向前的力 forward force 就和向後的力 即 resistance 包括風阻 包括地面的阻力 這兩個力 如果是雙等的時候 靜力就等於0 當見到 net force 是0 牛頓定力 就可以推論到 這架單車 以一個 constant speed 的狀態前進 如果我踩單車 向前的力 不及得向後的力 大 那怎麼辦呢? 如果兩個力 不一樣大 即是有一個 net force 向後 即是 net force 不等於0 如果 net force 不等於0 我們就不可以確保 這個物體 以一個 constant speed 這樣前進 當然 如果我把物體 在一個很滑的 surface 上面 沒有 friction 你都不讓你 搞它 你不碰它的時候 這個情況 也會等於0 這個物體 就可以以一個 constant velocity 這樣前進 好 既然 Newton's first law 那麼有用 不如我們看看 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關於一隻太空船 在外太空航行 去解釋一下 為何它可以 以一個 constant speed along a street line 去前進 即使引擎 即使引擎 關掉 要解釋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 在外太空的時候 因為遠離星球 因此沒有掛 Vertational Force 沒有引力 施加於太空船身上 另一方面 引擎也關掉 即是任何力都沒有 代表 net force 等於0 牛頓第一定律 就要說 這個飛船 就以一個 constant speed along a street line 這個運動狀態 去維持著 好 第二個例子 這個例子 其實是牽涉計數的 我們看看數字 先 它提供這輛私家車 車輪和地下的faction 是500N 而這輛私家車的重量 是10,000N 似乎這輛私家車是死了火 所以要拖車就拖走它 所以要拖車就拖走它 那 part a 問 究竟從地下 私家車的normal force 是多大 要計這個normal force 我們會畫一個free body diagram 也就是說 將所有作用於這輛私家車的力 全部畫出來 其實包括整齊了 我們平時的四個力 包括weight 向下 向上有normal force 因為看到有條繩 所以向右邊有tension 向左邊有faction 向左邊有faction 我們問那個normal reaction多大 我們看看垂直這兩個力 做一個比較 首先這輛車是不會向上向下升降 如果它不會向上向下升降 也就是說 the car does not move in vertical direction 你就當是在 vertical direction 這個方向 靜止 如果是靜止 牛頓定律 就說 next force 就會是零 即是說 w和n 兩個減完之後 就等於零 既然w是一萬 你代回w一萬 在這個位置 n 都會達到一萬 我們已經計完了 normal force 就是一萬 那 part b 那不如計一下 tension tension 就是水平的力 我們去留意水平有兩個力 我們做一個比較 他提供的指標 這輛車是以一個constant velocity 移動 即是說 一見到constant velocity 即是net force 等於0 t 亦都要選回faction f 亦都要等於0 既然faction是500 t亦都會是500 所以這裏就算到t是500N 好 好 第三條 我覺得很難 第三條 就是地鐵 三個的情境 這個地鐵 首先 是向左手邊移動 好 第一幅圖 Figure A 因為地鐵 是at rest 或是moving steadily 即是moving with constant speed 人可以很直地站在這裏 好 Configure B和Figure C 你可以所見 yarshed あり得到兩個人擺 iker字 兩邊擺 而 到底哪對這幅圖 是對運急速車�лы 每對駕駛車返迫 是地鐵原地移動的呢 好了 也有需要更容易 理解呀 我們看看這影片 大家會往下看 否則 很好 之 這條影片你見到一個外國的巴士 撞到一塊東西 撞到一塊薄的 撞停了 撞停的時候那些人真的向前滾 你見到兩個乘客離開了一個座位飛了向前 所以如果他們真的有安全帶 我相信受傷程度應該會減少很多 所以同學如果你乘車 乘巴士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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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安全帶的 記得扣緊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意外 A part 問題 Which figure shows that the train is breaking Figure B、Figure C 兩幅圖 那哪幅圖對於這架列車是breaking的 其實那架地鐵是向左邊行駛 我們先來解釋 首先 如果地鐵是慢慢 slow down 地鐵慢下來 但因為有慣性 人會維持原本的速度 也就是說人的速度相對比列車快速 所以人會超前過去 所以Figure B就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個人會move to the left relative to the train 那我們就選了B 如果你想回剛才那條影片 你殺車的時候 個人會跟著向前衝過去 這也是我的慣性 所以我們選B 第二個問題 另一幅圖對應駕駛是starting to move 如果駕駛是starting to move 即是駕駛會不斷地加速 但因為有慣性 人會維持State of rest 人的速度相對比地鐵慢 所以那個人就會滯後 人相對於列車而言 就向右移動 這就是Figure C 請同學看書的106頁 我們先做這幾條checkpoint 認真點 自己做好了 然後再對答案 第一條 有個人在玩滑板 滑在微斜的斜路上 已經知道以concent speed滑下去 下面是誰是對的 其實牛頓打定律說得很清楚 有個很快的答案 你也看到concent speed滑 那就肯定是net force等於0 所以答案就是no net force 答案是A 好,到第二條 它說明是at rest 或是uniform motion 牛頓定律也說得很清楚 一看到這些字at rest 一看到uniform velocity 一定是net force等於0 但這裡有個力會向上 那請你畫上missing force 那有什麼力滑漏了呢 那應該有個向下的3N 那兩個力抵消了 那兩個力抵消了 那就是net force是0 好了,到2B 那也是畫上missing force 要做到net force是0 那missing force 應該是向左手邊 2N 好了,我們來個總結 就是牛頓打定律 你看到net force等於0 譬如這樣 左邊5N 右邊5N 那兩個力抵消了 net force等於0 那帶出的結果 要不就是at rest 要不就是move with constant velocity 其實回到頭可以嗎 其實可以的 如果你看到那個東西是at rest 即是說那個東西承受的力 net force等於0 又或者 如果你看到那個東西是move with constant velocity 那也是代表net force等於0 到回頭說都可以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去雞精的沙路頁 寫一寫重點 好了,這版是雞精沙路頁 其實上面就寫了 上一次 其實我寫這格 寫一寫牛頓打定律的重點 整個句子就是這樣的 任何物體remains in a state of rest 要不就是靜止 要不就是uniform speed along a street line 只要那個net force就是0 好了,但是這句句子 簡單一點要表達 就是說 ad rest 或者uniform speed 就代表net force是0 如果net force是0 即是代表一樣東西是ad rest 或者uniform velocity 那我就說完了 請同學在YouTube留言區 就寫下你的學號了 拜拜